第六十八集 他转过头 望着窗旧前 那一片水一样的月色 望着窗外那一株又熟悉 又不熟悉的柳树 渐渐的 他意识到屋内还有别人 他屏住了呼吸 轻轻地望着那月色中的女人 久久不敢出声 是你吗 他想 是从前的你吗 他是和他相伴着长大的 他知道 他也应该有一张和他一样的脸 他明白 他也有一头一样乌黑的长发 但他未曾见过自己 他所听到的只有声音 只有那尖利的 冷嘲的 不屑的 愤世忌俗的女生 在他心底 前世陈娇 应该有一张愤怒又沧桑的脸 是的 他给他留下的印象 无非如此 而直到此时此刻 身处阴影之中 望向月光中 窗旧边那一道窈窕的 纯白色的身影时 陈娇才赫然发现 其实心中 顾住自己翘首望月,一时竟为那写意的姿态迷惑,也站起身来,须须走到窗前,同他并肩而立,一道望向了那皎洁明月。 三十年月色不同,三十年月色依旧,横骨时光,总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变。 陈娇的尖头和他相碰,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碰到了一团雾,一朵云,一红清凉的水。 他想要偏过头去看,又不敢偏过头去看。 最终还是他先动了,那银白散发着微光的手指触到了他的下颚。 他转过头去,发觉自己正对着一张极为熟悉的,吟吟浅笑的脸。 他面上再没有愤怒,只有天真的好奇与喜悦。 他轻轻地扶了扶尘胶的脸,又指向了窗外的明月。 他轻声说, 看啊,夜色多美。 这么多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了如此宁静的声音,如此快乐而从容的声音。 陈娇轻声说, 是啊,夜色真美。 他想,不论在天涯何处,月色想必都是一样的美。 下一次翘首望天时,他又会在何处呢? 在天涯,在海角,在郊房,在金屋,在长门。 是啊,那只手滑到了陈娇胸前,按住了他的心跳,声音里带了笑意,也有淡淡的叹息。 你又会在何处呢? 他捂住了他的心跳,他喘不上气来,他渐渐地窒息,他开始挣扎。 娘娘,娘娘。 有人在叫他,有人在拍打他。 趁着喘息着猛地睁开眼来,只觉得一身冷汗,把头发全都沾湿。 往窗边一看,明月幽自高悬,月色美景,和片刻前所见全无不同。 而身边人,正轻轻地说。 娘娘想必是做了噩梦,才从榻上掉下来呢,还在不断地翻身。 陈娇按住胸口,品味着那激烈的心跳。 他往生继续探索,却觉得心壶上空空荡荡,连自己说话都能激起一阵回声。 也许他只是睡了,他想,他也不是没有睡过。 也许,也许他只是藏到了更深的地方。 不要说半个月,刘彻连三天都没让陈娇注卖。 第三天早上,从上林院来接陈娇的车队就到了,还带了刘彻的口信来。 这些人不把你接到上林院去,是不会走的。 大长公主都觉得刘彻也实在是太黏着陈娇了一点。 难道还怕你会跑了? 陈娇无奈的不得了,死拖活拖还是又拖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又有人带了刘彻的博书过来,上头就写三个字。 尚未倦。 陈娇还要拖,第三天早上,又来了使者,带了刘彻的口信。 陛下说,三日未见我娇娇眼。 和当年窦太后,殿恋管桃公主一色一样,数着日子。 一日不见我阿飘,两日不见我阿飘。 到了第三天不见,就要派人去公主府问了。 两母女只好又登上车,往上林院去。 旅途劳累了一整天, 陈娇到了凉风店,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洗了个澡,就沉睡过去。 半夜醒来,才发觉身边躺了个人,油灯还没熄。 刘彻睡得完,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还没想歇息。 陈娇就故意和刘彻开玩笑,迷迷糊糊地闻。 谁? 刘彻果然重计,横眉树木。 除了我还有谁? 在陈娇大笑声中,他欺上来,轻轻地亲了请他,又问。 长门员不好玩吧? 我觉得挺清静。 陈娇故意和刘彻唱反调,没想到刘彻从善如流,立刻改口。 他说。 我也觉得不错,以后有了空,我陪你过去住上两天,我们两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得了吧。 陈娇说。 哪里有了你,哪里就不清静了。 他越想越气,不禁拍了刘彻一下,称怪地说。 我还没歇过来呢,你就来打扰我的清静。 两人打闹了一会儿,陈娇又看到刘彻手里的博书。 这是从前线过来的战报。 他随手翻翻,见识捷报,就又放下了。 刘彻捡了一张博书给他看。 主夫衍尚书请立年号,免得现在许几年许几年的叫着很不方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古风言情小说《出经乌记》。 免耗这件事,也早就有了一轮声了。 枕娇也是赞同的。 他嗡了一声,就着刘彻的手看。 嗯,使缘,剑缘,立缘,启缘。 刘彻说。 明年对匈奴大盛,正好立年号。 使缘,剑缘,我都觉得好。 你喜欢哪个? 我更喜欢剑缘。 陈娇随口说。 刘彻又和他唱反调。 好,那就用使缘。 陈娇不免又要陈他。 两夫妻在灯下,就着昏暗的灯光,又看了几行博书。 刘彻才把娟博丢开,和枕娇一道,躺到了枕头上。 陈娇好奇地又问了一遍。 怎么想得这么急催我回来? 虽说天气暑热,但夏夜风凉,他还是卷缩到了刘彻怀里。 刘彻抚着他的背,轻声说。 想你了不行吗? 就只是为了想我,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陈娇是有几分疑惑的。 刘彻一开始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 是小小网友身孕了,这种事我安排不来,我也不想让他自己安排,让别人帮着他安排。 还是只有你来安排,我才放心。 陈娇这才恍然大悟。 这还是不希望王夫人恃宠而娇。 仗着皇后不在,就胡乱给自己安排排场。 没准还不想自己出面,得罪宠击,所以才着急上火地要把他找回来,按就立办事,办个恶人。 刘彻还是和从前一样,蔫花惹草之余,竟还是透着几分疼他。 他心中一片舒适清明,也不再犯算,只是微笑着说。 好事,也该给他尽个位分了,等明天起来我再安排吧。 刘彻如蒙大赦,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他搂紧了陈娇,轻声说。 其实也真的是想你了,一天见不到你还好,这两天见不到你,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这十多年来,两夫妻也只有在刘彻最忙的时候,才会两三天都见不到面了。 不然一天两天,总要在一起消磨一段时间的。 刘彻这一话,也许是有几分真心的。 有了陈娇法华,这位王美人,又的确是当红得宠。 没有多久,他就顺利成章地变成了王夫人。 在上林院里的宫殿,也距离阳明殿更近了一点。 方便刘彻随时前去看望爱妃和爱妃肚子里的孩子。 从前宠妃适多,得到刘彻这么看重的,却很少见。 除了大掌公主之外,连刘寿和刘宁都有几分忧心忡忡。 刘宁和陈娇摇耳朵。 要是个男孩,哥哥肯定就更不舒服了。 刘寿都快二十岁的人了,趋合个还未出事的婴儿志气。 陈娇也不知道说她是未雨绸缪好,还是说过分胆小来得好。 她只好把刘寿叫来开导她。 你是父亲的长子,虽然不是嫡出,和嫡出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不要做无谓的担心。 你的心思,要是被有心人看出来了,那才叫弄巧成拙。 见刘寿若有所思,就又点了她一句。 这句话,不止说你这件事。 打发走了刘寿,又把刘宁喊来,问她。 嫁妆准备得如何了? 等你表哥回来,怕是要办你们的亲事了,怕不怕? 刘宁双脚晕红,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陈娇不免失笑,她叮嘱了刘宁几句新嫁娘的话, 又说,到时候啊,我派个工人去,先教教她怎么做,才不至于弄疼了你。 刘宁满目红晕,低声嘀咕。 她还不知道怎么做,她可荒唐得很呢。 话虽如此,她看起来,也还是很喜欢这个荒唐的表格的。 陈娇不免抿嘴一笑,这才放过了刘宁,把楚福找来说话,问起刘寿的起居。 大家说过几句话,陈娇就感慨。 你跟在我身边,也有十多年了,倒是耽误了你的青春。 楚福和她年纪相仿,今年也有三十出头了,虽然也经过人世,但和一般女子终究不同。 没有成婚生子,人生是一定有缺憾的。 不如,就把你许佩给东方说好了。 陈娇又提出这个建议,半开玩笑一样地说。 夫妻一年,就一年吗? 一年以后,你再找个男人。 以你的陪嫁和身份,不愁没人来娶的。 倒是比在宫中蹉跎要好得多。 主福还想推剧时,陈娇又似笑非笑地说。 我可就问这最后一次,这一次不出去,以后恐怕就出不去了。 就算是在中心的奴仆,也有自己的盘算。 主福自然也不例外。 他犹豫了一下,忘了陈娇一眼。 见陈娇似乎大为认真,便慢慢地说。 那,奴婢就多谢娘娘多年来的照拂了。 说着,就跪下身来给陈娇磕头。 陈娇却有一百手,不紧不慢地止住了他。 他说。 这些年来,你为我做了太多的事了。 有许多事,都是只有你能办不可。 在我跟前,你无需这么多力。 他就望着楚福,轻声说。 现在,你能再为我做一件事吗? 楚福的神色,顿时多了几分紧张。 他似乎明白了过来。 这件事,一定也非同小可。 陈娇才会拿自由和男色来和他换。 陈娇望着他,殷勤不定地沉思了片刻, 安然地等着楚福的答案。 他了解楚福,就像楚福也了解他。 这个女人的胆子,始终是要比一般人来得大的。 娘娘请尽情吩咐。 片刻后,楚福果然低声说。 娘娘声恩,任何事,楚福都会为娘娘去做。 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陈娇于是扬起唇角,露出了一个快乐的微笑。 一转眼,就又入了冬。 这几年朝廷连年都在打仗,连少林院都不休了。 新年自然也就过得夫也了事,谁都没有闹腾出什么动静来。 刘彻也就是安排了几个方式,为王夫人肚子里的胎儿祈福。 还想为她吃一点民间秘方,号称是可以包生男胎的。 要不是东方硕等人誓死阻止,说不定还真就被她喂进王夫人口里了。 陈娇对此也是很感到无奈。 两夫妻私底下相处的时候,她罕见地对刘彻说了重话。 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你怎么会信? 什么长生不老,余化登仙? 真有神仙,会在乎荣华富贵,到你跟前来奉承骗钱? 从始皇帝起,没有哪一任皇帝是不想长生不老的? 你觉得,又有谁是真的余化登仙了? 刘彻被她问得无言以对,自己生起闷气。 以后得了道,我也不来度化你。 娇娇,你别这么扫兴成不成。 陈娇只好也不再提这件事,而是又问刘彻。 淮南王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刘彻说。 倒是牵连颇广,你再也不会相信的,不知有多少大臣猎猴牵连进来。 那个刘彻,能力其实一点都不弱,要是他身为男儿,说不定淮南王还真能造极反来。 恩 stick! 恩 恩 谢谢大家